我們就開始上今天的最後一堂課 剛剛講完RN的部分 最後這一堂課要跟大家分享的是CNN CNN應該是現在非常常見的一個很主流的工具 主要是用在圖片或是像電腦視覺 只要跟看得到的世界有關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用CNN做Model 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東西我覺得 這是我昨天才看到的 就是蠻酷的 就是他們用CNN的方式去做一個自駕車 就是它有一個 就是最後它那個輸出的neuron 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一個那個 叫什麼 方向盤 方向盤 它就去控制說 就是說它先去 在那個車子上面設一個tempera 然後那個tempera 它就自動去 Ware Channel幾時的影像給它 然後這幾次影像呢 它就透過一個CNN 然後它就用特殊的連接方式 然後去預設說 現在方向盤應該要轉幾度這樣子 然後這樣 這台車去在一個 就是它們會有一個實驗的一個場地 這樣它就自動會去開 而且比較神奇的是 它中間只用了19個neuron 就是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說 可能每次什麼neuron 都要設有什麼幾十個啊幾百個 之類的neuron 但是它今天這間研究 它用特殊研究的方式 然後結合CNN 它只要用19個neuron 就可以這樣 這自駕車做得很好這樣子 好 然後 另外一個application呢 就是像是 就是大家可能常常可以看到 就是 嗯 利用一個技術叫做 generated and zero handball 就是 俗稱叫做game 然後呢 它就是可以 讓我們資料看一大堆的圖片之後呢 它可以自動去生成 比如說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人臉 雖然就看起來很像真的 但其實它都是用機器 生成出來的照片這樣子 然後呢 之前我們還有一個同學就說 台大有一個 老師的那個照片很像 是用game生成的 就是 層次掉的時候 對 然後 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 然後很多像是youtube上面的影片啊 就是 有一個game的那個發明人 他在youtube上傳的一部影片 就是他跟另外一個方談的影片這樣子 然後下面就有人留言說 請問這部影片是不是用 電生成出來的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反正呢 就是 這些東西呢 需要靠 convolution開始做的 然後譬如說 像是 在做 object detection的時候呢 我們譬如說 給他一張圖片 那我很希望說 他看到這張圖片 幫我晃出說 這一張圖片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譬如說 還可以晃出說 這邊有一顆 白色足球 那上面有一個 人穿著 穿著衣服 然後這邊有個大象 是長什麼樣子之類的 然後 接下來呢 還有像是 前一陣子蠻火紅的 就是 關於covid-19下去做偵測 這樣子 所以今天我們譬如說 他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讓醫生 檢驗說 誒 這個部分到底是不是 有這種症狀 這樣子 那所以前面講了這麼多 我希望可以跟大家 就是 開始從 一開始我們到底是 怎麼樣去 去了解一個圖形的 就是 我們一個圖形裡面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 一個特徵來幫助我們 做學習 那所以其實從 最簡單的 我們一開始在 學畫畫的時候 可能他就變成說 誒 不知道他要畫很多的線條 那很多的線條呢 他就開始 組成 一個一個不同的螢獲 那螢獲譬如說 就像是我們的眼睛啊 鼻子啊 嘴巴之類的 然後 這些眼睛鼻子跟嘴巴之後呢 他們在 全部組合起來呢 才會變成一個我們 人的一個臉 他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 我們的物件 所以其實 我們要怎麼樣去知道 一個圖片 它是怎麼樣去組成 我們其實就可以 用很細微的一個線條 然後慢慢的 組合 組合而成 變成輪廓 輪廓再組合 組合而成 變成一個物件 那我們之後 CN的大模型的進化方式 也是一樣 就像一開始的時候 先學習一些很簡單的 配合 然後再把這些片 不同的組合 一起組合 然後最後 代表一整整的照片 對 好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 看一張圖片的時候呢 其實它會有很多地方 它其實是 很接近的 就譬如說 我今天 嗯 一台車照片 這樣 那一台車大家知道 會有很多輪子 那輪子 它其實 在我們的 看起來其實它很多部分是一樣的 然後譬如說 像是這邊一個皮卡丘 它看 這兩個耳朵其實都是很像 或是這兩個眼睛 是很像的 那 我們怎麼樣去 利用CN的這些設計呢 它去 抓到說 一張圖片裡面 是不是 有哪些常見 常出現的 pattern 然後利用這些 譬如說我今天要 train一個 final class 去判斷說 一個 照片裡面 是不是有皮卡丘 那它可能就是 它必須要去學到說 怎麼樣 什麼樣子是皮卡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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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來讓我們去 反面說 一張圖片有沒有皮卡丘 好 那所以 具體而言 到底 CNN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它主要做的事情呢 主要可以分成 四個step 那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要有一個 就是一開始的一個 先配的概念 叫做 我們CN 它其實是有非常多的 filter組成的 然後filter 它另外一個名稱也叫做 科諾 那你可以想想看 只能說一個filter 它就是去 偵測說 一張圖片 是不是有包含 某一個東西 的 這件事情的一個 像是一個運算 所以就譬如說 我今天這個 有一個filter 這樣子 然後呢 它是做的事情 就是說第一步 我就先把這個filter 從左上角 一張圖片 左上角 開始看 然後就看說 這個區域裡面 是不是有 皮卡丘的眼睛 然後看完之後 顯然這個區域是沒有 然後呢 所以它最後 它就在左上角 最後那個 result 那個組織上面 減上一個0 發現沒有 然後呢 這邊 沒有出現 好 然後它在 往右邊移 這樣一路掃過去 然後呢 它在看這個位置 有沒有 皮卡丘的眼睛 好 沒有 所以呢 這個裕兽呢 它的這個值 也會是0 右上向的那個值 也會是0 然後呢 接下來 到左下角的時候 它也開始掃 然後掃到中間這邊的時候 它慢慢 欸 找到皮卡丘的眼睛了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這個 裕兽這邊 它在中間這個值 它就是1 就是如果有出現的話 它就是1 沒有出現的話 它就是0 然後呢 它再這樣掃過去 反正這邊出現了 然後 它就把這個 表格呢 就是從 左上到右下 它就這樣一直掃 一直掃 然後掃完 如果有出現的話 它就是1 沒有出現的話 它就是0 然後就可以知道 你最後一個 然後呢 所以 它主要的注意力就是說 我今天 假設我已經有一個 可以偵測眼睛的Filter 那我今天 就是 用這個Filter去掃過 整張圖片 然後去看說 哪一些區域 是符合這個Filter的 所以 然後呢 再 summarize 這個 掃完過後的結果 那掃完過後的結果 就會是 右邊那個矩陣 然後把這個步驟 衝突好幾次 然後這個 這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我們怎麼樣去抓到一個 輪廓 或是線條這樣子 這個步驟 然後 這個就是掃描之後的結果 然後 掃到這個結果 它就會在下一層之後 再繼續掃描 這樣 一直重複下去 就可以 構成最後的固件 好 那所以 剛剛看完一個 比較抽象的 一個 翻譯之後呢 接下來 讓大家 用數學方式 比較更了解 說到底實際上 是怎麼做的 那所以 所以 剛才講的 那個 一直滑過去 去檢查 那件事情 其實就是 叫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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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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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 有多少個點是符合左上到右下這條線 所以今天你看這個3乘3的這個區域的話 1乘0是0,1乘0也是0,1乘1是1 所以把這三個值加起來,就會是最後的解骨是1 就代表說,在這個小區域裡面 只有一個點是符合左上到右下這條直線 然後呢,但是呢,如果你把這個FILTER換到右下角這邊的話 你就會看它這個值是3,因為它這邊剛才有條件是符合左上到右下這條直線的 所以把它加起來,最後的結果就會是3 那它其實整個在這個FILTER在移動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從左上角再往右邊移一個,再往右邊移一個 然後直到把整張照片全部都看完之後 才得到最後的這個結果 那其實CONFULTION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其實是抓到一些非常粗淺的一些輪廓 然後呢,所以在每一層CONFULTION 然後CONFULTION完之後再經過ACCIVATION 那ACCIVATION的時候,它就會把整整是那些輪廓的值 都把它標出來,所以 你會看到說,你今天如果 你連非常多的CONFULTION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在每一層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輪廓,慢慢的產生 然後最後呢,才讓我們 可以去,有辦法去得到 一張圖片全部的資訊 好 那,接下來呢 同樣的 就是,在前面之前的RN的時候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說 為什麼要用FULTION CLENDED LAYER 那同樣呢,在這邊呢 也想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們要有CONFULTION 在IMINY上,為什麼我們不能用 全連結層下去做分類就好 我們一定要用CONFULTION呢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 一張圖片啊 一張圖片啊,其實都是由 每個圖片上的PIXEL組成的 那一個PIXEL呢 它都可以是RGB三個數字 因為這樣才可以有彩色的一個照片 所以假設這張FULTION 它的照片呢就是 它是由256乘2565 然後乘3 這3就是RGB三個圍圖這樣子 是一個像三回的一個矩陣所構成的 那如果我們把它 我們想要用全連結層 才做分類的話 我們勢必就是把 這些256乘256乘3 它直接攤開來 變成一個向量 那這樣的話就會 長成這樣子 然後呢,譬如說 我們想要用全連結層 把它圖為大約128圍的一個向量 那你可以想像它中間 就是256乘256乘3 再成128 這麼多個參數 那這樣 它整個參數的量其實是 非常多的 而且 除了參數量非常多之外呢 你可以想像的是 這個向量的第一個詞呢 其實就是它的左上角 然後 如果把它攤平的話 最後的詞其實是它的右下角 那 你這個左上角跟右下角 都用這些位的連結在一起 代表什麼事情 就代表說 你覺得 左上角 可能跟右下角 是有 某種程度的關係的 但事實上 我們在做 影像的時候 其實 我們知道是 通常一個影像 它其實是 跟它周圍的一個小區域有關 並不是跟整張圖片的每個區域都有關的 所以 所以 事實上呢 我們如果用 港獨點這個機式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用前面這個filter 也有filter 它所需要的參數量就是 只有這樣 就只有3x3 這樣子也可以主證 那當然我們會有非常多不同的filter 去抓取不一樣的資訊 像這個就是 譬如說 這是左上到右下 那它可能會有一個L型的filter 或是一個很倒過去的L型的filter 那這樣子的話 它這些參數 因為它只是 最後在一個小區域而已 所以它的參數量其實是 比 全連結層還要少得非常多 所以你看這邊只有9個參數 然後就算你 用10個filter 也才90個而已 所以 就是 會比用全連結層還要來個 好 眩硬一點 然後 而且參數感更少 比較不容易關鍵 好 然後 其實真正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是一個 Bine-Ermage 所以它的size 因為它是Bine-Ermage 如果你是彩色 它就會有RGB 3個維度 但是Bine-Ermage 它就只有一個維度 它是無稱呼的照片 大概長相就可以 表示成這個主證 然後呢 通常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學很多不同的filter 那這些filter 其實就是有點像是我們自己的原野層 它裡面那些殘數一樣是被學出來的 所以譬如說我們今天這個filter 它是一個三乘三的filter 那我們可能會有一個K K的filter 那K的filter 每一個filter 它就會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最右邊的那個矩陣 那所以當然 K的filter就會有K的矩陣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原本它這張照片是乘五的 但是當我們做完 它其實是變成三乘三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為什麼五乘五會變成三乘三 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 這邊是三乘三從這邊這樣移過去 一開始在這邊 然後移動移步到這邊 所以移動移步到這邊 但是移動到這邊的時候 它這一殼 它已經就沒辦法往右邊移過去了 所以呢 它的size 應該會是 5-3加1 所以就是三乘三 所以說 這邊想要跟大家講 概念就是說 我們會有很多filter 而且 在經過一次 contrution完結合之後 它的 我們所得到的相片 是會縮水的 就是會根據你的filter access 來做遞解 那如果同樣的狀況呢 如果我們今天拿到的 是一張RGB 的一個image 就是 會有一個三回的一個震 的話 那 早上大概就是會長這樣子 那而且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今天 就是只要一個filter的話 那這個filter 它其實是 在三個不同的 就是RGB 三個 我們講 都會用到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呃 雖然說 看起來是只有一個filter 但是它其實是 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 所以它的參數其實會比較多的 這樣子 嗯 然後它得到最後的結果 呢 還是一個比重 這樣子 那我今天呢 我們即使經過的是 RBG三個 維度的數值 但是 經過我們KGIFITOR 結果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還是K上三szí三的 但是 前面這邊 它是Binin 但是 最後結果還是K上三szí三 好 所以這邊呢 大家要注意的一個點 就是 Tensor的Size 呢 它就會是 是 有那個 原本 像的 長度 或寬度 �ёр去 我們用的是3乘3 就是5-3加1 最後還是3 這邊呢,我們剛剛講完的 非常簡單的只用一層Conlusion的操作 這邊就先來看一下,在POOS裡面 我們要怎麼去實做這件事情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定義說 進來的時候,它的Feature的 值是多少 那假設你今天是BinaryEV 的話,你今天輸入的 英文Dimension就是1 那如果RGB的話,InChannel就要設為3 然後呢,接下來呢 你今天在設定外的值,叫outchannel outchannel其實就是,你有幾個filter 的意思 然後呢,channel size是3 就代表你今天想要用一個 3.3的Ferror 去做 在這個英文上做Conlusion 然後這個pattern 我們之後會講 然後很簡單的就是,你今天 就定義說,我今天有一個X 輸入進來,然後我今天就直接把它做CNN 這樣子 然後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就是,我今天 輸入一張Image 剛剛講說,我們RN的輸入 應該是3個維度了 在輸入Image的時候呢 又更複雜了,你必須要輸入的是4個維度 那第一個維度呢 就是,你有幾張照片 第二個維度呢,就是 你今天有幾個Turnal 就是,你是RGB呢 有三個色彩呢 還是你是 灰階的就 final的一個 圖片 然後還有長度和寬度 然後就是 都必須的嘛 因為是二維的一張照片 所以你那輸入的其實會是一個 四維的Tensor 那像我們這邊呢 就是 非常簡單 就是隨便create一個 四維的Tensor 然後就是,假設我們有30張Image 然後是一個灰階的就 所以它第一個維度就是 1這樣子 然後是28x28 然後 畫出來的結果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這個Case呢 假設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是 RGB 就是彩色的數字的話 彩色的圖片的話 應該要 定義的模型 然後呢 也是一樣 就是音訊軟的3 然後再輸入 輸入的時候 應該會是一個 3x28x28的一個圖片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前面講到 說 每次做完一個Convolution的時候 它的圖片都會變小 那有沒有辦法 就是 讓我們的圖片 不要一直變小 就是 就是讓我們可以 保有更多資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 叫做Pedding 那Pedding呢 最常見的就是 會在一張圖片的外面 全部加上一個 就是用一個 零包圍出來的一些 一些素質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今天做Convolution的時候 你就不會遇到說 這邊邊界卡住了 就沒辦法 再往右邊去的這個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譬如說 你原本是 呃 原本是 一乘五乘五 但是你一乘五乘五 把它從外面都 包一乘零的話 就會變成一乘七乘七 那這個步驟呢 我們就叫做 Zero Panning 那Zero Panning 再過這個Pedding完之後呢 你七點去三 再加一 就會變成五 Ivo這張圖片 也就是五乘五嘛 所以你就 很好的 保留了 你的這個 圖片 就是它的Size 是不是一樣的 那做Zero Panning 你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在做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原本 就是在做Convolution的時候 你只會對這個區域下去做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家裡這邊邊有的話 其實你也會對這個區域下去做 也就是說 其實你 考慮到了更多 就是 邊邊角角的這種資訊 就是保留更多的邊界資訊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 一樣 回到剛剛那個 Case 那 所以 今天這樣算是 一個LGB的相片 然後呢 做了這個Pedding Pedding.1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 在外面 多加一層 框框這樣子 那所以 多加一層框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之前 所做完Convolution之後 它設計會變小 但是 我們家Zero Panning之後 做完Convolution之後 它的Size 才是 28x28 但是呢 它的那個Channel 就從3 因為我這邊吋了16 所以它就變成 16x28x28 對 照片這樣子 好 然後 接下來是 要再跟大家講 因為 打給它就是 CN的參數 真的是蠻多的 複雜的 所以 接下來呢 要再跟大家講說 不同的參數 到底對我們CN的模型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首先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Filter Size 的大小 其實會 很大程度 捲印的 這個 抓取到的特徵 大概是 就是 一個GENERAL的特徵 還是很細微的 一個輪廓 或是線條之類的 所以 譬如說 今天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就是 我今天 這張圖片是5x5 我今天這個Filter 也設5x5 那最後 GENERAL的值 就會是1 那你就可以想像說 它這樣邊界 它的邊界 就有講的 就是說它邊界就會 消失得非常快 就是 EMAGE 從直接 一下就縮水到 1乘1的一個 直接一個值 這樣子 但是 你今天有 比較大的Filter 就可以 Capture到 就是GENERAL 比較大的一個區域的 一個Feature 這樣子 所以 在去進入 這些Filter Size 也是一個非常 需要考慮的 一個關鍵 這樣子 好 然後 再來 第二個 就是 痾 stride 就是 在CNN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參數 叫做 stride 就是 剛剛 前面跟大家講的都是 stride等於1的例子 那stride等於1的例子 是什麼 就是 我今天從左上角這邊 這樣看完之後 然後 下一個步驟呢 我就從 第二個位置 然後再做一次 convolution 然後再做第三 第三個位置 做convolution 那這是stride等於1的狀況 但是呢 如果stride等於2的時候呢 它其實不會一次以兩步 就是 如果以一步 stride等於1的話 我們下一步 這個紅色的空間 是不是 應該要在 100 11 100 那個空間做 但如果今天stride等於2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 直接跑到下面 直接跑到最右上角 然後右上角做完之後呢 它就直接跑到左下角 然後再跑到右下角 對 然後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造成的結果就是 它 5乘5 做完這個fuelter之後呢 它就變成 3乘3 就是 它的 它的那個 我們做convolution的次數變少了 所以我們最後的拉結尾變少了 但是它這樣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 呃 加快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convolution 不會做那麼多次 這樣子的速度就會變多 但是 同樣我們會 損失一些 資訊這樣子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trade out 就是看你想要更多的資訊 還是你想要 呃 做更快的一個convolution的操作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統整一下就是 呃 如果 如果 沒有pennie的話呢 那我們的 最後的tensor size呢 就會是 呃 它的 圖片的這個寬度 然後點去 kernel的寬度 加1 那如果 譬如說你的 slide是2的話 那你就會 整個tensor size 再屬於2 那如果你有pennie的話 就是直接 tensor的長度 因為它的長度 還是會往左邊 所以你就直接屬於2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接下來 這邊呢 就是 依用pennie的code 讓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在不同的kernel size 會發生什麼 的狀況 然後 譬如說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前面那邊 不是都設的kernel size 比如說等於3 或等於5 那如果你只設一個數字的話 它就會預設是一個 三乘三 或5 稱呼的一個 一個正方形的fuelter這樣子 但是 同樣的 你覺得 我比較喜歡 場方形的fuelter的話 那你也可以自己 給它一個插口 就是 給這個kernel的 它的長寬 這樣就可以分別做 分別做 conclus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今天設一個很大的kernel的話 那我這邊原本是28x28 然後做完之後 就只會剩下49x14 所以我們這個面接就會消失的比較快 那我這邊就會消失的很快 那你就沒辦法得到非常細緻的資訊這樣子 然後同樣的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呢 讓它不要一次走一步 讓它一次走兩步 也就是我們失敗設成是2的話 然後 它就會 它的 最後的tensor size 就會直接 除個 就從28x28 直接變成14x14x14 好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呢 又跟大家介紹的是 什麼是pooling 然後 然後 因為這個CN 它這邊其實就有蠻多 就是需要大家去理解的 所以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這樣子 好 然後 那所以這邊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pooling呢 就是 剛我們講說 我們用CN 去抓取很多 不同feature的時候呢 它其實最後會得到 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矩陣 就是每一個詞 它就會跟你講說 喔 最後 conclusion 結果是 如果 conclusion 結果是大的話 代表說那個區域 其實有包含這個特徵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像左下角這個 藍色空洞這邊 它這些詞 都很小 代表說 這個區域呢 譬如說 你今天的curnal 是一個斜線的curnal 的話 代表說 左下角這個區域 它有符合斜線的這個 這個pattern的圖片 譬如說 譬如說 如果你看 右上角這個邊 它值得有什麼 四或三的話 代表說 右上角可能 會有這種斜線 那這些詞 越大就代表說 你越符合這個特徵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需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 max pooling 就是說 我對一個小小的區域 去做 反正就是做pooling 那pooling的意思就是說 我取這個區域裡面 如果是做max pooling的話 就是取 這個區域裡面 最大的那個值 直接填到 右邊的那個結果裡面 然後譬如說 右邊 這個反正這邊的話 就是取這二乘二 這個框框裡面 然後是最大的值 所以就是四 四之類的 填到那個格裡面 這樣一次類推 那這樣 的好處是什麼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的計算量 可以減少很多 然後也不需要 額外的參數 而且我們可以同一個 保留 這個圖片的資訊 也就是說我這個區域裡面 到底是不是 有這個curial這件事情 可以讓 可以有更顯著的一個 資訊這樣子 所以這個值越大 再有說 這個區域有 越多符合資訊 那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說 你直接取最大的 好像 怪怪的 那還有另外 一種pooling的方式 也叫做 meing的pooling 就是我直接把這個區域裡面 就取平均 這樣子 就不像max 就是以我的一種感覺 那所以 實際上呢 在做 maxpooling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比開了 kernel size 這邊的kernel size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你現在是一個 4乘4的表格 那我今天 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對一個2乘2的區域 去做pooling 然後再對一個2乘2的區域 去做pooling 所以 在做maxpooling的時候 就直接用 我們都能給maxpooling2D 那你給他 你的pooling的 kernel size 應該是一個2乘2的 這樣子 所以你pooling完之後 這邊得到結果呢 就會跟我們上頁 頭頁邊的結果 是一樣的 就是2412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回到我們剛剛的 那個 一開始的 CNN的一個 模型 那就是我們在 原本這邊定義一個 CNN2D 2D的CNN這邊的時候 然後再下面定義一個 maxpooling這個 layer這樣子 然後在最後呢 在forward這邊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先對 嗯 引項去做 convolution convolution完之後 就要做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做完 前面的部分之後呢 再做目的這樣子 好 所以 這邊要跟大家介紹說 就一般的 就是要讓我們 圖片變成的那種 classified unpoint 比較general的一個 framework 就是 長什麼樣子 然後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有一個 Input image 然後Input image 當然我們就要開始做convolution 然後做到convolution之後呢 再做一次activation 然後再做一次fooling 所以通常呢 我們就會這樣 這樣子變成是一個 一個block這樣 因為這是一個 算是你會一直重複很多次的一個流程 然後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通常都說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CNN其實 抓到一些比較 簡單的一些patron 然後隨著你的layer越來越深 之後呢 它就可以抓到越來越high table的feature 這樣子 所以這個block呢 它其實也是會 重複好多次的 就是 你這個booling完之後 這個結果呢 會再位到下一次convolution 的input 然後再進入activation 然後這樣 這個block 重複好多次之後 然後到最後呢 通常我們要去做預測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用一個 二維的一個矩陣下去 再做condition 然後最後呢 想做的事情會是 你就把你的那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四個維度的那個 那個 那個convolution完之後的tensor 直接做flatten 然後轉翻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 一條向亮的 然後一條向亮 就可以用一般的filling connected 去做 classification 或是 regression 之類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回到 剛剛的那個圖片呢 其實它的架構其實跟超多 但是有時候你不一定要 做完condition之後 就馬上做filling 因為這樣它就會 消失很快 所以事實上 有些人會說 那我先做完兩次 擋鎖鎖鎖鎖鎖 再做一次filling 兩次擋鎖鎖鎖鎖 再做一次filling 這樣也是ok的 可是看起來 你要去design 你的network的架構 這樣子 好 然後 這個是比較 就是比較 立體的一個 給大家看到 在CNN的時候 到底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一開始 就是一張image 然後一張image 之後呢 我們這邊就有 非常多的kernel 那它非常多的kernel 之後 它其實就代表是 一個 一個區域 它裡面的特徵 然後經過這個compulsion 完之後 得到的結果 它就有很多張 不同的 經過CNN 推出出來的圖片 然後 推出出來這些圖片之後 我們可以經過 鋪臉 可以走到 這些圖片比較顯著的 一些地方 然後再一直往前 然後最後經過 Filling Connected 到最後的fiction 那接下來 就會跟大家 用比較多的程式 去 講說我們 怎麼樣去 定義一個 general FN 的 framework 然後 然後 這邊呢 我想要用一個比較 就是 Stay-by-Stay的一個例子 來告訴它 說 今天 你在做CN的時候 它裡面 你tensor的 shake是怎麼樣變化的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定義 就是 我們用的activation 就是用redu 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info 是一張一層的 18層的 18層的 然後我們第一個 conduction layer 就是 把它從 1乘28 乘28 變成16 然後 用16個filter 然後最後呢 它是28乘28 因為我們這邊 Current size是5 所以28-5 再加1 就是24 這樣子 所以 從1乘28乘28 變成 16乘24乘24 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 因為沒有用肥皂 所以就是 你先要變小 然後每次的thrider 都會做一步 就會知道這樣子的結果 那做到conduction之後呢 我們再做第二次 Pooling 那Pooling之後呢 我們知道 Current size是2的話 它就直接 都數一個 所以 從16 24 24 它就變成16 12 然後16 12 之後 這次是16 16 變成32 Current 所以它就會變成16 第一個尾度是16 就會變成32 然後呢 因為是12乘12 因為我們這邊 Current size也是5 所以 12-5 加1 會變成8 然後這樣 一直在一堆 然後到最後這個Max Pooling之後呢 就會變成32乘4乘4 然後最後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32乘4乘4 所以最後我們的Output layer 就是32乘4乘4 所以最後我們的Output layer 然後如果說 我要把它分成10類的話 那就是 最後一個值是10 這樣子 那 剛剛講到的是 定義 那個 Model的Initialization 的部分 那這邊接下來 跟大家講的是 怎麼樣去寫 Forward這個方式 所以在Forward這個方式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 LeoShop.CN1 一開始的Input Convolution 然後再做 Activation 然後再做 第一次的Pooling 然後就要重複這樣的 process 然後直到我們 Output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就是 會把它flatten 那這邊flatten 你要怎麼去做呢 就是用 View這個方式 那View這個方式 大家可以想想 它就是一個 可以把它跟 Retripe差不多 然後我這邊說 它是 破Size2 的Size0 那Size0是什麼 Size0就是 我有幾個 Train in Sample 就是免那個 大N 然後後面的 -1就是 把其他東西都 相乘起來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 變成一個是 二維的Tensor 然後最後 這二維Tensor 它最後應該就會是 像我們定義的一樣 三十二乘 二乘 三十二乘 二乘二乘 三十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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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這個 Fighting就是 Basic Size 然後三十二乘四乘四 然後定位一個 AutoData 之後我們就可以 得到我們結果 這樣子 所以今天我們 因為進度也是一個 四維的一個Tensor 然後我們有三十個 Example 然後最後呢 輸出的詞 其實就 只會變成一個 二維的Tensor 這樣子 就是三十二 然後假設我們今天 分的是十類 就會變成 三十二乘四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說 其實 我這邊 CN Rock 這件事情 我其實每次都要做 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都是做 conclusion 再做activation 再做bully 那我可不可以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讓我每次都這樣 一堆 就是 一樣的事情 比如說這邊要重複十字的話 我是不是就要寫很多次 那所以其實我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 我先定義好一個 就是 CN Block 這件事情 就等於說 我先寫好另外一種模型 叫做 CN Block 然後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這邊先定義 就是 一個conclusion 然後一個activation 一個bully 那我這邊先跟他講說 好 那我說我的時候呢 我就是 先跟他做 conclusion 再做activation 再做bully 所以我這邊呢 這些hyper parameter 都先決定好 然後之後呢 我就可以 在我之後 在第一nangle 的時候呢 主辦的nangle 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call 我之前先 pre-define好的 一個nangle 的一個structure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喔 前面的那個 input 的dimension 多少 然後我 output 然後再把這些hyper parameter 給他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 搭建好 這樣這個rug 裡面呢 他就會有三個 就是conclusion equivation 的bully 他都是幫你做好 所以你今天在最後 在定義這個fowl function的時候呢 其實就只需要這樣一行 你就可以 同時做到剛剛講的 那三件事情 這樣你就可以減少 有程式 要 寫的那種長度 這樣子 好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 就是 怎麼樣用 CN去做 image classification 然後我有放在 callback上面 好 然後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pightrogy 裡面 有一個 就是having one 的painy 叫做torge vision 那torge vision呢 他主要 是有包含 非常多 就在說電腦視覺的時候 會需要用到 那種圖片的data set 所以其實 他這裡面 有非常多很多 方權是可以幫你 先做 對圖片做一些 那個reprocess的 所以就比如說 我要先把圖片 先轉化成tensor 再把圖片做 然後 這邊呢 大家可以先 不用那麼在意 就是 反正呢 我就是把 我的tensor 這邊 摟進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trainings 就是 trainings有6萬個 然後是 28x28 它是一個 binary的image testing就是只有1萬個 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順便跟大家 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 做me-batch training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對training 跟testing 都要先變成 tensor dataset 然後就把train extension y 丟進來 然後變成dataset之後 再把dataset 丟進去data loader 那data loader 這邊呢 就可以先設定好 就是你的batch size 要是32 還是16 還是64 之類的 讚 然後我們再跑這個 那跑完這邊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這個loader 那這個loader 你再每次貨物圈 疊在patch 的話呢 他就會每次錯出一個 32 然後28x28的 image 跟他的batch 這樣子 然後這邊 就是很簡單的 定義了一個CN的model 那這個model 就是剛剛在上課 也有講過 好 然後接下來 到我們這個model這邊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這邊 他做的是手機數字辨識 所以他辨識的數字呢 就是從012351895 就是整個是10類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我們是做一個多分類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 Nose function 必須要選擇的是 Cross Angel P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模型 用 這個模型 多分類的問題 然後呢 ADAM這個algeman 是才去做的 然後我們的音樂條是0.01 然後我們今天說 我們想要訓練兩個APOC 然後 這邊就是 一般的復活圈 然後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原本 輸入的是 嗯 Base Size 乘28x28 但是呢 因為剛剛講的就是 你今天要做CN的時候 你需要先把它 reshift成一個 四維的一個Tensor 所以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圖片 因為它是一個 灰階的 就是Bindle的Image 所以 第二個圖片就把它射成是E 就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Output 然後大家可以看 就是在Train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雖然沒有很好 然後 切完就是 它們變成 Ecredge 就是到90.62 之類的 然後 你就可以看到說 因為這個 資料 算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 很容易就可以在 Train & Set上面 看到 就是100%的Eccuracy 然後 然後 最後呢 但最後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雖然說 在Train & Set上面 已經做到可能 90%或是 甚至有到Eccuracy 就只有 92.多而已 這樣子 那所以 這種狀況呢 可能就是 我們會有些 overfitting的產生 或是我們的 參數 可能 NurineRate 調太大 還要convert之類的 所以大家 就可以試著去調 譬如說 我的NurineRate 要設比較小一點呢 還是我裡面的Nuron 要設多一點 之類的 這樣子 所以 然後 這邊呢 還有另外的 東西跟大家補充 就是 前面呢 我們有跟大家講說 Bash Nuronization 其實可以用在 Plane-Connected-Fair 去解決 它的那些問題 但是呢 其實在CN的時候 它其實也有 對應的Bash Nuronization 可以去 幫忙去 讓我們CN 系列更穩定 所以 我們在做 Convolution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用的是 剛 在做 全人階層的時候 用的是Bash Nuronization 1D 然後 在做Convolution的時候 就要用的是2D 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每一層 都加Bash Nuronization 然後呢 再重新考試我們的結果 可以看到 他 更快的 就達到 全點的Accurice 就是1D 然後呢 而且同時 雖然 它在Chain Set Convolution 會覺得速度比較快 而且在Test Set的時候 它的Accurice 會比剛剛的單純的 這個CN還要改的高遠 剛剛這邊是只有92D 而已 但是加Bash Nuronization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變成98 這樣子 然後 最後 這個CN完 最後 我們得到結果 就是在CN Set 上面的Accurice 就是大概98 所以大家可以比較說 有這樣Bash Nuronization的話 它就可以在你的 訓練的時候 更快 熟練到一個好的結果 而且它在Testing上面的效果 也比較好 然後 所以大家之後呢 就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這College上面的一些例子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 都可以在機器工作 這樣子 那今天的課就大概到這邊 謝謝大家